今天我們在這個時間點召開這個記者會 我們背後面市立法院的議場 現在議場的三樓正在進行黨團的協商 協商什麼事情 他們在協商是不是要讓我們在農地上面的違章工廠 可能有13萬家的違章工廠 是不是可以就地合法了 那在過去非常長的時間 我們有很多的公民團體跟在地的農民朋友 一起在倡議 希望可以讓違章工廠有一個合理的落日 希望可以讓農地上面的違章工廠得到妥善的處理 很顯然的他們的妥善處理方法只有就地可以合法 這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 我們今天帶了非常多的菜來 因為今天的團體 大部分是環境食安的團體 所以我們不太去買菜 我們是一早到果菜市場撿大家不要的菜渣 拿到這個地方來 希望可以干擾修法 為什麼這樣說呢 是因為林黛化委員在公服法的政黨的討論當中 他說因為稻草會影響農地旁邊的工廠 所以工廠應該不需要設太多的隔離綠帶 這樣荒謬的言論是立法委員說的 也是他們公服法修正的內容跟方向 既然稻草都可以干擾工廠了 我們希望用菜渣來干擾修法一下 看能不能使得裡面的立法委員 裡面的議場在討論的工廠管理輔導法 不要這麼樣的只袒護維章工廠 這些農民朋友長期檢舉沒有人理他們 甚至檢舉之後他們的名單被丟去 給這些工廠場主知道自己身家有更多的危險 這就是現況下地方政府在護航維章工廠的作為 所以我們還需要提出公民訴訟 但顯然他們還不願意把這個事情好好的討論 目前行政院版政院版草案的主筆者 在我們所發的緊急新聞稿裡面講得非常的清楚 就在說我們要怎麼樣經濟部來成立這種協會 來成立林鄧業者的協會 來成立維章工廠的協會 自己去把他key了十萬份的連署 這是我們的經濟部官員寫這個工廠管理輔導法條文的官員 自己在6月17號的公開說明會裡面堂而皇之 直接這樣子的說 結果現在立法院要來繼續審目前的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法草案 經濟部中部辦公室雲瑞榮檢任機政兼任一科科長 他在立次的這些座堂位上面 然後他是如何的去跟這些廠商去做一些溝通 應該不能說是溝通 就直接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這些廠商如果捐了錢 組成協會 未來經濟部中部辦公室 就會特別的來協助這些廠商 我們在這邊特別強調 就是真的台灣的產業發展 組成協會我們並不反對 但經濟部的官員自己帶頭組成協會 而且自己以一個公務人員的身份 直接說捐錢的就是好廠商 我認為這是非常荒謬的狀況 而且證據非常的清楚 他直接說了 彰化縣田園工廠創新協會 募得了360萬廠商有多少個 廠商的名單清澈都在他的手邊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其實要特別強調 今天經濟部特別發了一個緊急公告 說雲瑞榮目前已經不負責這個違章工廠議題 然後修法家也是立法院的事情 但我們要特別強調 目前的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修法的條文 通通是由這個 目前經濟部自己都覺得不是任的公務人員所寫的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特別的呼籲 如果工廠管理輔導法修法通過了 將是在我們上面的標題 講得非常的清楚 農地將使公府法毀農滅國 公民訴訟並不是在工廠輔導管理法才開始 公民訴訟在我們很多的相關的環境法規 比如說我們的環境基本法 環境影響評估法 空氣污染防治法 水污法 土污法 這些相關的法律裡面 其實都已經有所謂公民訴訟的一個條款 所以也因為這樣我們更不懂立法委員 為什麼到現在還會說出 我們要告那13萬家廠商的這些發言 因為大家要理解一件事情 所謂的一個公民訴訟 今天並不是在告這些廠商 公民訴訟主要在處理的對象 是待遇執行之務的政府機關 也就是說當今天我身為一個居民 我發現我家旁邊的農地 有一些違章的一個工廠的時候 我應該要去跟縣市政府機關講 請他們去處理 而公民訴訟在哪時候出現 也就是這些地方政府機關 完全不處理的時候 我才會去告這些縣市政府 請他們去處理這件事情 所以我今天要告的對象 並不會是那幾家廠商 為什麼我們會需要這樣的一個機制存在 大家必須要知道 這就是工廠福島管理法 它公民訴訟重要的地方 因為我們過往所謂的一個檢舉機制 都是沒有意義的 我說的沒有意義是因為 它沒有發生它實質的一個效果 我們工廠福島管理法裡面 雖然有一些什麼斷水斷電 或者相關的一個措施 但是從來沒有被使用過 因此我們才認為就是說 在民眾他現在其實處於一個階段 就是他再怎麼去舉報 他再怎麼一個檢舉 其實說真的都沒有實質的效益的時候 公民訴訟條款 就應該要去落實在 工廠福島管理法裡面 針對昨天的黨員協商 尤其是在公民訴訟這一塊的討論 我們發現就是當場的許多立委 對於公民訴訟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機制 是不了解的 公民訴訟它最重要的一個目的是 作為當中央跟地方政府真的漏了 或者是他疏於執行的時候 由公民參與的方式來提醒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 你應該要去做什麼事情 在整個公府法裡面兩套機制 一個檢舉機制就已經提醒政府 他要去做該做的事 當檢舉地方不作為的時候 這一次的公府法又新增了一個條文 是中央政府可以介入地方政府不作為 所以這兩道機制已經確保了至少有公民檢舉跟中央代行 來減少這個地方政府不作為的可能性 所以在公民訴訟 在公府法公民訴訟真正要發動的情形是 地方不作為中央也不願意代行的時候 我們公民團體或者是受害的居民 才會有那個機會發動所謂的公民告知 跟公民訴訟 相對來說 這個對於法院的量處理量能來說 它已經是蠻後面的一個階段 所以我們不了解 為什麼昨天會有立法委員 會有這樣子的疑問 13萬家對於公民訴訟是一個負擔 我想他可能是徹底的沒有了解 這個公民訴訟的意義跟內涵 過去公民團體光是在彰化這個縣市 就公開的舉報了29家的新建偽商工廠 這還不包含我們私底下檢舉的 但是檢舉的結果是什麼 檢舉之後毫無動靜一間都沒有拆 這說明了依照現有的檢舉機制根本就無力監督 那我們無論再怎麼檢舉都沒有成效 所以面對地方政府的不作為以及中央的無力 我們選擇可以訴諸司法的力量 如果未來行政體系不作為待度的時候 至少還有制衡的空間 所以我們在這邊還是要重新的呼籲五個訴求 第一個訴求是行政院體力法院 全力重新檢討工廠馬鈴補導法的修法草案 第二個訴求是面對整個的經濟部 目前荒腔走版的修法草案 至少要納入公民訴訟條款 第三個要求就是特定工廠登記 也就是說違章工廠的一個免死金牌 你要不要一個落地 為什麼我們的經濟發展要永遠靠著 去把內政部農為貴重甲架口來做法康 第四個訴求就是忠告污染的違章工廠 要明定處理的免簽 第五個要求就是污染業別農地工廠的 就定工廠的業別認定 應該至少要讓環保署跟農委會來主張